大家好,这里是看的说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向心收缩和离心收缩 在前面的视频中,我们讲了基丝滑动学说 其中我挖了个坑,遗留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在肌肉训练过程中 是收缩阶段给肌肉造成的破损大 还是还原阶段给肌肉带来的破损大 如果你了解其中的奥秘 你就可以根据自我的训练目标安排好训练节奏 同时清楚应该选择何种类型的训练 因为观看咱们频道的小伙伴 多是爱健身爱学习的人 所以这期我把坑给填上 要将这个问题解释清楚 需要了解肌丝滑动学说 简单的将肌丝滑动学说给大家总结一下 肌肉是由肌纤维数构成 肌纤维数由很多肌纤维构成 肌纤维又是由很多肌原纤维构成 肌原纤维就是肌肉细胞 是由一段一段的肌小结构成长条状的圆柱体 在每个肌小结里有粗肌丝和细肌丝 肌肉的收缩和拉长 就是由粗肌丝拉动或放开细肌丝完成的 因此肌肉的收缩和拉长就来自粗肌丝和细肌丝之间的滑动 这就是简单版的肌丝滑动学说 想了解详细的说明 请出门左转 根据肌丝滑动学说 我们知道了肌肉的收缩来自于肌细胞 就是肌原纤维的收缩 也就是肌原纤维中每个肌小结长度的缩短 肌肉能产生收缩 说明肌肉的力量大于阻力 例如你可以用15磅的哑铃弯举 这说明你公二头肌的力量 可以应付将15磅的哑铃提升高度 这时公二头肌的每个肌小结都向中间收缩变短 所以就出现了向中间收缩的概念 因此向上弯矩的这个过程 就叫做肌肉向心收缩 当你完成了弯矩的向心收缩以后 为了做下一次弯矩 你需要将哑铃下降 回到原来的位置 注意这时公二头肌就会被拉长 请问在拉长的过程中 肌肉产生收缩了吗 当然有收缩 但是此时肌肉施加给哑铃的力量 小于哑铃的重力 也就是肌肉的力量小于阻力 虽然这是你有意为之 但是此时公二头肌中每一个肌小结都朝两边延长 所以就出现了肌肉又是在收缩 又出现拉长 也就是远离肌小结中心 这就是离心收缩的概念 那么亚铃弯矩还原的这个过程 就叫做肌肉离心收缩 注意离心收缩也是肌肉在收缩 只不过肌肉的长度没有变短 而是变长了 在基斯华动学说那期视频中我讲过 肌肉的收缩是每个肌小结中 粗肌丝的横桥拉动细肌丝 使肌小结的长度变短 结果整个肌肉的长度缩短 相反的肌肉的拉长是每个肌小结中 粗肌丝的横桥放开细肌丝 使肌小结的长度变长 结果是整个肌肉的长度拉长 可见横桥的动作在肌丝滑动学说中非常重要 那么刚才讲过的向心收缩 就是横桥拉动细肌丝的过程 这个很好理解 但是离心收缩的过程就有些不同了 离心收缩也是肌肉收缩 只不过是阻力大于激励 因此离心收缩时横桥没有主动放开细肌丝 而是被阻力硬生生的扯开了 那么大家想象一下向心收缩和离心收缩 哪个给肌肉造成的损伤大 一个是粗肌丝将细肌丝拉过来 产生滑动摩擦出现破损 一个是本身已经结合在一起的 粗肌丝和细肌丝被拉开 产生摩擦出现破损 很容易得到答案 那就是离心收缩时产生的肌肉破损更大 美国运动医学杂志的研究显示 离心收缩造成肌肉细胞的破坏程度 比向心收缩高出三倍以上 因此我们得到结论 如果是以肌肉体积为训练目标 要特别重视每个训练动作过程中的离心收缩阶段 好我们解决了一个问题 同样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 肌肉收缩类型除了向心收缩 离心收缩 还有什么 那就是等长收缩 向心收缩是肌肉力量大于阻力 肌肉的长度变短 离心收缩是肌肉力量小于阻力 肌肉的长度变长 那么如果肌肉收缩时 力量和阻力相同 肌肉长度不变呢 这就是肌肉的等长收缩 等长收缩时 肌肉虽然在收缩 但是长度不变 也就是粗肌丝和细肌丝之间 没有产生滑动 肌肉等长收缩时 忽略了肌丝重复滑动的环节 因此对肌肉造成的损伤最小 如果你的训练目标是增加肌肉耐力 那么等长收缩是一个好的选择 但如果你的训练目标是提高肌肉体积 例如很多人会做这类的靠墙静蹲训练 这样的等长收缩训练 基本上是在浪费你的时间和金钱 按照肌肉训练时造成的破损程度 离心收缩最大 向心收缩第二 等长收缩最小 那么健身训练者就应该特别重视离心收缩的过程 离心收缩过程的时间 要比向心收缩过程的时间长 你也可以使者将离心收缩过程的时间安排 相当于向心收缩时间安排的一倍或者更多 这样就能更好的破坏你的金钱威 让训练带来的刺激更加的深刻彻底 好 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 通过肌丝滑动学说 我们可以将肌肉的收缩分为三类 向心收缩 肌肉的力量大于阻力 肌肉中每一个肌小节都向中间缩短 也就是粗肌丝拉动细肌丝滑动造成的 也被称为兴奋性收缩 离心收缩 肌肉的力量小于阻力 肌肉中每一个肌小节都向两边延长 这是粗肌丝被动放开细肌丝滑动造成的 也被称为拉伸性收缩 等长收缩 肌肉的力量等于阻力 肌肉中每个肌小节的长度不变 这是粗肌丝拉住细肌丝 不出现滑动造成的 这三类都是肌肉收缩的类型 区别是肌肉力量和阻力之间的关系 以及肌肉长度的变化 在肌肉训练中的应用是 离心收缩给肌肉造成的损伤最大 向心收缩给肌肉造成的损伤次之 等长收缩给肌肉造成的损伤最小 希望大家根据自我的训练目标 安排好训练的节奏 希望今天的话题能够帮到你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